制服运动服每个学生几乎都是天天穿 而行政院肖宝处就针对市面上的制服 一共26件进行了抽检 只有三件完全符合规定 23件不合格 还有一件油理甲醛含量超标 新北市干预国中的制服短袖上衣 验出油理甲醛126ppm 是国家标准的1.68倍 肖宝处也已经要求业者下架 限期改善 购买的时候 第一个要拿起来稍微闻一下 因为一般来讲油理甲醛 它有一种恶臭味 尤其那种塑胶的恶臭味 如果你一闻到这个的话 建议这个服饰就不要购买 如果有买到的服饰的话 原则上都是要拿回去多清洗几遍 而其他二三件大都是标示上的些微差距 提醒民众 油理甲醛是致癌物质 长期接触可能会导致皮肤过敏 甚至有致癌风险 这是投工减料 因为那里面我们绝大部分都发现 它棉它的比例差距太大 像有的棉它真正标六十几 它实际上只有三十几 因此不管是什么衣服 在穿新衣之前都要先下水 洗过比较保险 记者台北综合报道